那是因為我剛好參加我太太外婆的喪禮 然後也是我第一次全程參與一個在鄉下的喪禮 整個流程都讓我試著會去了解或思考說 喪禮這件事情對於我們在調適悲傷的心情的一種情境跟想法 所以我在過程當中很不專心的都在拍照記錄 或者是在觀察每一個人的表情 或者是他們心情上的起伏 那回家很快的就是把草圖或者是一些彩圖給畫出來 才有後續延續整本書的內容 透過我現場看到一個小朋友 他們在玩耍對這樣的一個流程的一種疑惑 我把他用孩子的視角 然後帶入我自己小時候的一些想法 把他傳達出來 最有印象的一頁 全家人都拿著紅線圈 紅色的尼龍繩這樣繞一圈 那我就問在場的一些長輩 偷偷地問他們說 為什麼一定要燒東西就燒東西 為什麼還要拿著線這樣繞一圈 他說代表這個範圍內的東西 讓阿咒可以收到 現場溫度其實是很溫暖 然後又具有凝聚力的 覺得那個火焰 其實無論如何都讓人感到溫暖 即使在悲傷的情況下 心情上其實都會緩和很多 其實不用把它當成一個死亡議題的書 它就是一個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生老病死都是 只是這個時候的背景 剛好是在一個商禮 與其說是參加一個商禮 其實更像是一個雙眼的家庭聚會 在這一刻 所有的親戚朋友都會聚在一起 然後一起感受要送別的最後一刻 是人生中的一部分 是阿咒的最後一層 那也是我們生命中的一小步 所以其實就把它當成 在閱讀一本普通的繪本 然後把這個過程分享給孩子聽 我想孩子就會透過裡面的一些 比較幽默的表現方式 去感受到這個過程的 有一些喜怒哀樂 因為就是透過小孩子的觀點 其實他們真的現場是知道要傷心 可是他搞不清楚 為什麼要有這些流程 他的注意力大概就只有兩分鐘傷心 遇到現場的其他小朋友 他可能就又去玩耍 可能到了要某個儀式的時候 又被叫過來 然後才又參與一下 參與一下子他可能又扭來扭去 又去注意到其他的事情 因為其實現場的東西都不是平常會出現的 那他可能也會好奇 也會想要問 但是我自己小時候要問的時候都會被罵 小朋友就跟著做就好了 不要問那麼多 那我現在就是代替小朋友跟小時候的 我自己把這個問題提問出來 裡面有很多都是用問句的 那他們其實可以藉由我這些畫面 自己再去延伸 其他作者是這樣想 那我會是怎麼樣想 那就可以幫他們自己一直去延伸這樣子的想像空間 那以後他們自己遇到 或者是有在參與的時候 也許就可以幫他們自己做一個解答